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表示敬意 他的照片再次揭示出一个现象 就是说货宝煤矿在山西 他大概就是在货州南边干河煤矿 发生矿难之后又出现一大堆所谓的记者 不知真假了 所谓的记者去矿上领钱 领什么呢 领这个风口费 他冒着什么样的风险 就拍下了这张照片 被这几张照片 现在全国都嚷嚷动了 昨天我们正好聊到 就说这种事 是吧 相当多见 但是你还特别提到 你说这不是光我们山西才有这样的事 这个问题我跟好多家媒体我在说 首先媒体好多这几天 它产生了一个误区 那么这个是 只是我在山西记录了这么一档子事 但是这个事在全国各地都有 因为这些人都是一个游击队 他也不见得都是山西的 有好多是外地的 他们的这个流动性很大 哪里有所谓他们的发财的这种土壤 他们就往哪里钻 他们的移动的速度是相当快 我想起一句话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看来你们这个 对不起我先说山西了 山西是靠没吃没养了 靠这个矿难也养活了一批人 因为我之前啊 就是您这个事件出来之后 我也看到了一个挺长的一段报道 我觉得因为那个环境对我们 在这边工作的完全是陌生的 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那个环境 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看了一个报道 我觉得很有意思是 他说是某一个煤矿 发生矿难之后来了很多人 然后呢 那个可能我估计那个是矿主 招架不住了就报了警 报了警 让他们出示证件 说还都有证件 那么这个警察也没法分辨 你说你是都有证件 我都是良民政 都有 那后来这个警察想了一个什么办法 出了一道考题 让你们写文章 其实有好多人还据说还都不会写 连基本的名字好像都写不去 文盲啊 那你说怎么会滋生出这么一些人来 我就觉得很奇怪 考题这种 还有就是让他去把你当时情况写一下 他连自己的名字写不了 考题吧有点深 对吧 你把你当时你去干嘛写一写 他居然不会写字 这种情况 我就觉得这个假记者 就是我们还说这个先定一位假记者 这些人的身份啊 就是特别耐人寻味 我私下里刚才也跟你聊过 就是为什么矿主买他们的账 他们有什么渠道 那比如说平民百姓 如果没有这个记者的一个名头 平民百姓去就矿主买他们账吗 因为首先作为个假记者 他的心理学学得非常的好 他掌握了一个非常好的心理学 首先是煤矿老板或者是其他的行业发生这种问题 他不想让社会上知道 那么不想让知道 我就利用这种你的这种心理 我来给你加压 加压一代 你不接受那么好 我就把这个事情通过网络呀 什么现在这个手段太方便了 通讯把这个东西传播给真正的媒体 让真正媒体去关注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也是神通广大 所以有些就是那种就像他说的 这个千里游击队啊 到处行变 最后都给游击起给抓住的 抓住之后一拿出来都是假记者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说 你看这次我们领导还让我说一下呢 就关于这个干涸煤矿这个 这堆记者 后来有媒体报道出来 我还说呢 这个影射谁呢 看到香港总部在香港 有一家总部在香港 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的电视台 那不就您凤凰的 很多人怀疑说是我们凤凰 然后我们领导说 这件事凤凰根本就没派记者去采访 但是 你也拦不住有人假冒你们是吧 有假冒 就是咱也听说摄影机 什么都带着 感觉真跟电视台的似的 而且呢 他这事让我想起啊 就也是山西嘛 著名的去年 我都报道过 就蓝城长被打死的 你这个情节耐人寻味 那个那个黑煤矿吧 他那个摇摇摇主 好像叫猴四 猴四 猴四说为什么打他呢 他已经此前已经接待过 七波记者 九波 我看的是第九波 来一波要钱 来一波要钱 后来又听说蓝城长他们来了 说这蓝城长来 这一打电话呢 猴四当时酒味喝大了 所以说这这这这这怎么办 然后有一个人告诉他 说如何识别 就是让问有没有国家新闻总署的记者证 然后猴四回去之后 问蓝城长拿记者证 蓝城长虽然也算是中国一什么报的一个工作人员 对吧 但没拿记者证 这下这个活活打死 这个我终于插一句 还有一个 我据说是一个 我这个没考证过 不知道是真相 他是这样 据说是给一个真记者打电话 嗯 然后就是这个矿主 给一个真记者 然后那个真记者告诉矿主 说他是假记者 所以我就想这个真记者跟这个猴四 就是他打电话的猴四 争求意见的这个人 跟这猴四的这种关系 也很微妙 这个怎么讲 就是很多矿主 这些人的关系 还有一个很普遍性 就是这几年 我们在网上经常探讨一个问题 他只要是在一些 你比如环境污染呀 什么这些企业呀 这些地方 随便你去一个地方 你山西内门 河南什么 只要是有污染的地方 你去这个地方 老板都能跟你从桌子里面 拿出一堆记者的名片 我的天哪 为什么我说 他不是一个 真山西的问题 他是一个全国的 因为这些地方 只要你有污染 或者有什么 他就能让假记者滋生 而且我跟你说 也不见得都是假记者 对对 你像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我跟你说 有些这个 有新闻界同行 我听说他是什么呢 现在都成了前客了 本身就是有的企业 甚至是某些基层的地方政府 叫公关危机顾问 他比如说 我这以前在新闻单位工作过 他不是认识很多记者 人熟吗 你企业有了什么好事 需要宣传 需要做广告 他也帮你联系记者 也都帮你派钱 你出了事 出了什么矿难 他也联系记者 拿灭火费 就说现在有的记者 那头拿宣传费 这头拿灭火费 两头钱都拿 而且说实在的 我觉得关键还有一个 就是他成本和风险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他宁愿给记者钱 他也不愿意上报呢 这个里面有好多问题 首先就是我给记者钱 我的矿不用需要听产 我天天还在产生利用 那么我就是赚下 那么如果上报以后 首先作为国家来好 作为当地政府来 要停产整动 那么停产整动 面临着什么 到手的金钱就没有了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所以说哪怕我多花一点钱 我给你们这些人 你给我把这个嘴封上 这样了我这天天还在往外走 而且呢你像说这个猴四啊 他不是有人给他算过 说他那个黑煤矿啊 当时说一天七万 这就能赚七万 七万实际落到他手里的是一小半 这什么意思 这一大半 他都是打点方方面面 维护他的这个安全生存 咱们现在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说实话就对于您个人 冒着那么大的这个风险 又一分钱落不着 去干这个事情 你又是目的何在呢 我只是想 第一我们说做了 我想做的一件事情 第二把这个事情公布于众 希望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呀 能出台一个相关的一个东西 更好地去把这种矿难 严好安全生产发生的这种事故呢 降到一个最低点 最好的办法 这几天我在大脑里面 一直在运转 我说为什么现在咱们发生的交通事故 有120 发生火灾有119 其他的可以拨打110 为什么就矿难不能出 出一个特殊的号码 咱们不也有什么举报热线什么的吗 那么咱们随意上街问一问 有几个老百姓能记住 那您觉得直接举报 就跟就能把这个假记者 这个消灭掉吗 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它最好的办法 为什么说我提到这个 首先就第一点现在举报电话有咱们政府也好 媒体也公布过 但是这个号码太长 根本记不住 你公布一个特殊号码130 那是多少 这是911 这样的 第一 你是数字短 好记 第二 你把它设为一个免费的电话 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去把它举报 你把这个公布出去 让老百姓都熟悉了 哪个地方发生矿难 哪怕我就是个失破烂的 对吧 我是个流浪者 甚至我就是当地一个聪明 或者我就是井下的一个工人 我都有权利第一次举报 但是 这个消息传播的途径更通畅了 就等于中间的这些人 那么一旦你把 这个东西第一时间上报到国家的一个相关的部门 你比如专门成立一个矿难指挥接待中心 他能第一时间调动 你比如说河南的还是山东的 什么地方发生了 马上进入到这个地方 我相信没有一个假记者再敢去 就没有生存空间 这个里边有一个你还是有一个假定的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说呢 这个煤矿和这个地方政府 你是不是真想去治理这个 这有文必报 公开透明 对吧 你这个 我跟你说 就说这记者这个 我看过一个记者写的博客 他说他就是要钱的那种记者 但是他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 他说我就跟你一样 我老婆孩子 我得养家 我原来想刚做这一行 我想做个有良心的记者 可是呢 我卖稿为生 一篇稿子一两百块钱 稿费 这怎么够生活 然后呢又说 写这种稿子不发 汪汪 发不出去 对 我一说就起寒 就是他写这稿子 发不出去啊 不希望他监督啊 然后说 有的时候 我这稿子被扣下了 后来我才知道 是我的部主任 他收了钱 把我的稿子压下了 所以他说 后来我就慢慢变化了 既然你都收 那我这么一收 一收之下 他发现呢 他小康了 小康水平了 你说这 这个里边很耐人寻味啊 这种情况 怎么说 不单单是在媒体 在任何地方都有 那么有这种贪 那么贪 最终你要 把自己断送了 你自己的前程 宁愿过得清平一点 凭自己的本事 凭自己的体力 去吃饭 不要吃 不属于自己的饭 不要吃 自己消化不了的饭 这就是他的谋生之道啊 他刚才聊天 就跟我讲了 说你说 我哪能挣很多钱呢 我也不会去敲诈 是吧 我只能干 而且我得保自己的平安呢 尤其是有了儿子之后 更觉得不能干 那个亏心的这个事 是吧 其实你刚才 你说的那个人 写的那个博客 我不知道 但我想他那身份 如果界定的话 肯定是一个真记者 是吧 其实我刚才也在想说 这个问题 我们老说假记者 好像他 就是我们 把我们自己给摘清了 就我们真正的记者 不会做这件事情 但是恰恰相反 现在你 就是如果大家 还有记忆的话 就是03年 有一个事情特别的 当时也是挺轰动的 就是山西叫樊智吧 那个地方 一个狂难 樊市 樊市 对不起 樊对不起 他不当时也是说 买通了几个记者吗 而且就是我觉得 让大家很震惊的 这名单上 有新华社的 然后对我来说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 你看到那个名单 如果我们从 通俗的角度来讲 你觉得至于吗 给了一个什么 给一个金元宝 你知道吗 你知道金元宝 多少钱 其实也不贵 我还以为金元宝 都好上万的 没有概念 你看 折合人民币2400 然后就等于2400 就把你收买了 不长的金吧 我不懂这个 但是说明什么 你真正的记者 也是可以被收买的 所以这个是更严重的 一个问题 真正的记者 他是有被收买 但真正记者 他往往考虑的 还是自己的饭碗 对 他可能 那么假记者的胃口 往往比 真记者的胃口 要大得多 这算不算一个 就是成行成势的 这个诈骗市场了 不是 他就吃一单 走一单嘛 但是你又没地儿 逮我去 对吧 你真正记者 他有时候 你让他做 他的大脑在那 撕切响后 他有风险 你刚才还谈到 就是那个河北 最近河北卫险 对 有个有个 好像在李嘉巴 那个煤矿 瞒了大概是两个多月吧 对 那个为什么最后没瞒住呢 现在在当今这个社会啊 你永远不可能 把一个事故瞒下去 你能把全国人的嘴堵堵住吗 所以说聪明的做法 你不要去再隐瞒 嗯 发生了事情 急急上报 哎 这是最好的一种办法 你再隐瞒 国家要制裁你 哎 给你还要最佳一等 嗯 对吧 发生旷难 你积极上报 积极抢救 国家会根据你的 这个态度 会去给你量刑 那个事情好像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看到的 就是说 也是要来领 封口费的记者很多 但是后面的人 来了没领到 很不服 就把这个事情举报了 是说这个 这个是河北的这个吗 嗯 这个我到现在就是 我也无法考证 他是最终这个事情 怎么样流露出来的 但是我现在感觉 不如你哪个地方发生 你再也遮盖不住了 因为现在中国的通讯 太发达了 是 但是你看哈 那么你开通一个号码 第一时间能到了 多好 嗯 或者你再开通一个短信 对吧 嗯 我是单位的员工 我就想举报这个事儿 但是我在单位 没有办法打电话 我拿单位的手机 我拿做单位 我拿手机 我发一条短信 对吧 现在咱们经常搞些抽奖呀 什么活动 移动拨打多少多少 嗯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 矿难拨打多少多少 还可以抽奖 嗯 这样我可以也通过短信举报 对吧 更有利于就是真正在 这个事发现场内部之工 把它举报出去 你说这个假记者领风口费 成风了 它这个实际上意味着一个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拿风口费的 这个理由和动机的话 对对对 那意味着这一堆一堆的假记者呀 他可都是知情人呢 他如果变成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他知道这出事要举报 那不是无所顿逃了吗 就 所以说是这种情况下 最好的办法 就是第一时间 让一些相关部门赶到现场 嗯 我相信这种情况下 绝对不会有假记者在来 那么我刚才不是举了个例子说了吗 咱们奥用火炬传递 有假记者吗 没有 国家审核很严 连真记者都审核很严 嗯 那么咱们的两会 对吧 国家的这些重大活动 有假记者吗 假记者却能收钱吗 第一这种活动是没有钱的 嗯 第二 就是有钱 你敢来吗 他不敢 嗯 对吧 你的身份在哪 他没有身份 他们所以说是 整个天就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哎 吃这些 所谓的魅心钱 其实我看哪 两头都黑 这就是黑吃黑 是吧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得说呀 尽管他这个冒这么大险啊 但是最后这个事情能够这个大白于天下 这本身呢 也是现在的一个进步 对对对对吧 对吧 积极的 哎 你就我 我有时候就就就就感觉到 你比如说我 我我我相信国家 是吧 肯定对这个问题是要打击的 对吧 是是要严办的 哎 我也能够相信 说省一级的估计 他也是这个 但是再往下呢 有时候我就有点看不太懂 就是他心里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这个怎么说了 这个事情啊 你像封口废事件发生以后了 这几天三西的省委省政府 以及相关的调查组这个部门 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 嗯 那么这几天包括咱们国家的调查组在这也说 针对这个发生了这个 这次这个记者丢脸的这个事件以后了 国家也在要 积极的拿出一个态度去大力整治这个新闻队伍 进化这个新闻行业的市场 但是整治啊 过去也是有问题 说实在话 很多真记者也没有那个国家新闻出版署 那个记者证 又涉及到我们新闻行业的一些问题 是啊 我觉得反正至少从现在的事态发展来看 还是挺让人家 还让我们还比较乐观 就是新闻出版署也出面表态啊 山西也也出面表态 但我觉得回归到我们自己新闻本身来讲 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大家也有人在讨论 就说明你新闻本身是可以控制的 他为什么要买你 就是说还有买通的一个渠道吗 就是我们不能假设 就如果他根本就没有可以操作的一个空间的话 他买你也没有用 你就是可以报的 就说明在我们现在的一个新闻一个空间的一个问题 对 而且啊 现在真是这个骗子满地 不光是这个假假记者 你联想起来 什么假中医 假教授 假领导 假高级领导人的子女 这个态度 你这个那年还发生一事 日本都出来个假叶剑英呢 说说我是叶剑英 元帅一日本人都值得冒充中国的 一元帅在日本行骗 你说这个你在山西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这个假他现在已经不是说在山西 全国 在世界上 在世界上 他现在这个所谓的假骗 他是一种职业了 已经是国际化了 那么咱们有的人就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去吃饭 那么有的人人家就是靠骗 但是他能生存 他能成行成事 因为这个行业有潜规则 有潜规则嘛 大家都捂着嘛 撕下台子底下的交易 这样都鸦雀无声了 你怎么能够根除这个土壤 对吧 你让他不能再有生存空间 像他刚才出的主意 就是说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非常容易的举报 那样的话真的他就没法给钱了 给了这个 对就是信息他没法控制了 是吧 就大家很容易就把信息传递出去 没有控制的这个空间 那么这些人他的生存的环境也就没有了 能说短了 最短的时间 这是最就是有力控制打击假记者最好的办法 你这次对这个网络举报 是不是亲身惊艳了一回 有什么感触 我觉得如果这次没有网络 这个也可能我还不知道即使你拍到了 还需要压在多久才能公布于是 那么这就是证明了一点什么了 网络给予了我世界 让第一世界让外界了解了这个世界 那么如果说是 你在把这个换成就刚才我说那个 举报那个电话也一样嘛 就能那么容易记下 我相信就像我在网络上公布一样 马上知道他最多去俩假记者 第三个就没有时间了 对就得给打死了 但是我问你点私人问题啊 你干这事老婆是不是劝逐你啊 怎么说呢 首先我这个从小呀养成一个性格 一般做事都是我自己说了算了 包括我当年当兵 我的家里人都不知道 我偷偷的报了名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要走 我才够我家里人 我说爸 我要当兵 这回那太太担心你吗 她就不知道我去做这些事 我说你痛过吗 你我肯定了 我倒帮我